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昨天公布的 第九十屆奧斯卡入圍名單 第九十屆奧斯卡入圍名單 在昨天晚上公布了 有哪些電影入圍了哪些獎項呢? 有哪些人意外中間落馬呢? 在這裡馬上迅速的分析給大家 我們先從最大獎最佳影片開始看起 今年總共入圍了九部電影 最黑暗的時刻 由暴密站 意外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敦克爾克大行動 妮賞 魅瑩 淑女鳥 逃出絕命陣 水底情深 沒有《銀翼殺手2049》 在這九部電影當中 比較意外上榜的是 妮賞魅瑩 還有最黑暗的時刻 這兩部電影都沒有在 金球獎的最佳影片入圍名單當中 而有入圍金球獎 卻沒有入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 則有三部電影 一部是這禮拜要上映的老娘 叫凱雅 還有兩部片名橫向的大戰爭家 以及大娛樂家 在最佳導演上面入圍的 有以敦克爾克大行動 第一次入圍奧斯卡最佳導演的 克里斯多芬諾蘭 以及水底情深的 極樂魔戴托羅 尼賞魅影的 保羅·湯瑪斯·安德森 逃出絕命陣的喬丹皮爾 以及輸女鳥的格力塔結尾 終於有女性導演入圍了 And here are the all-male nominees 我想這個入圍名單 應該是可以讓 娜塔利·郭曼比較開心一點 比較意外沒有入圍的 就是意外的導演 瑪迪麥當娜 然後金錢世界的 雷利·史考特 還有郵報密戰的 史蒂芬·史蒂博 也沒有入圍 最佳改編劇本 入圍的有 決勝女王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大災難家 泥澡 以及 羅根 羅根是第一部入圍奧斯卡 劇本獎的慢改電影 YEAH 最佳原創劇本 入圍的則是 愛情昏迷中 意外 屬於鳥 逃出絕病症 還有水底情深 看完了最佳影片 導演獎 還有劇本獎之後 我們可以把最佳影片 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 郵報密戰 還有最黑暗的時刻 這兩部電影 分別只有入圍了最佳影片 沒有入圍劇本獎 也沒有入圍最佳導演 然後是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還有意外 這兩部電影 則是入圍了最佳影片 以及劇本獎 沒有入圍最佳導演的部分 而相反的 尼賞內影 和蹲克克大行動 則是 入圍了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但是沒有入圍最佳劇本 最後則是 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劇本 都有入圍的 水底情深 逃出絕命症 還有屬女鳥 最佳影片通常是 跟導演獎 還有劇本獎 是有關係的 所以分成這四個分類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清楚 哪些是比較有機會的 哪些是比較就是陪伴 所以你要說 一定是水底情深 屬女鳥 或者是逃出絕命症 得到最佳影片嗎 我覺得再加上一部 得到金球獎 最佳影片的意外 應該就是這四部影片 其中一部會得獎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大家也很關心 演技獎項的部分 最佳男主角 入圍的 有宣布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就要吸引的 丹尼爾·戴路易斯 Komi Bionem的 提莫西·才能·曼德 以及 最黑暗時刻的 蓋瑞歐德曼 還有單左華盛頓 還有逃出絕命症的 丹尼爾·卡魯亞 基本上 奧斯卡男主角 相較於女主角的獎項來講 都會頒給年紀比較大的男演員 所以我想 蓋瑞歐德曼 得獎的機率還算比較高 最佳女主角的部分 則是水底情深的 沙利霍金斯 意外的 法蘭西斯·麥多曼 老娘叫 譚雅的 瑪格羅賓 以及 熟女鳥的 沙羅斯·羅南 還有第21次入圍的 梅里斯·翠普 雖然我剛剛說 奧斯卡最佳女主角 比較傾向頒給年輕女星 但是我想 沙羅斯·羅南 今年應該還是 賠榜的成分居多 比較有機會得獎的 應該是水底情深的 沙利霍金斯 或者是 憑著意外拿了 金球獎最佳女主角的 法蘭西斯·麥多曼 在男主角入圍名單裡面 比較可惜的就是 詹姆斯·法蘭科 沒有憑藉的 大戰爭家 入圍到最佳男主角裡面 可能是因為 最近的一些性騷擾的 新聞的關係 同時 大戰爭家也沒有 入圍到最佳影片裡面 奧斯卡好像還是比較保守一點 而在最佳女主角 入圍名單裡面 比較可惜的就是 梅里斯·翠普又入圍了 我覺得這個名額 應該要讓給 角色女王中的 台灣之友 傑西卡摧斯坦 會更好一些 最佳男主角入圍的有 Sam Rockwell William Dafoe 無敵哈里遜的茶結晶師 以及 取代台灣史貝西 花了9天補拍完成的 克里斯多福普拉瑪 同時他也打破了自己的紀錄 以88歲的高齡 成為了 奧斯卡入圍者當中最年長的一位 最佳女配角入圍的有 羅莉麥卡佛 愛麗生珍妮 歌手瑪麗布蘭基 奧塔威亞斯班生 以及雷斯利曼威爾 跟金球獎的名單對比之下 大概就是意外當中的 武里哈底遜 取代了以你的名字 呼喚我的愛米漢墨 而女配角部分則是 你想魅影的雷斯利曼威爾 取代了縮小世界的周虹 最佳動畫長片入圍的是 寶貝老闆 戰火下的小花 可可夜總會 蒙牛廢迪男 飯虎 辛烈之名 這個名單是跟金球獎一模一樣的 最佳原創歌曲的部分則有 美女野獸的 Stand up for something 大娛樂家的 This is me 可可夜總會的 Remember me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 Mystery of love 還有泥草中 由同樣入圍了 最佳女配角的 瑪麗J.布蘭基 演唱的 Mighty River 所有獎項裡面入圍最多的 則是水底琴聲的13項 然後敦克克大行動 有8項入圍排在後面 以及意外的7項 然後《最黑暗的時刻》 還有《你賞魅影》 都有6項入圍 《索女鳥》 還有《銀翼殺手2049》 都同樣入圍了5項 其他獎項的入圍名單 你們可以看我影片下面的敘述 我還想再提一個獎項 就是最佳視覺效果 在這個獎項上面 非常爆人的 水底琴聲 沒有得到這項的入圍 讓他少了一個入圍獎項 而是哪些電影入圍呢 有《銀翼殺手2049》 《星際異攻隊2》 《金剛骷髏島》 《Star Wars最後的絕地武士》 還有《星球崛起終極決戰》 基本上這5部電影的視覺效果 都非常的厲害 我還蠻好奇 到底會是誰得獎的 然後又到了 羅比頻道 奧斯卡預測遊戲的時間了 去年我們預測了5個獎項 今年我們更進一步 來預測6個獎項 分別是這6個獎項 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最佳改編劇本 還有最佳原創劇本 只要你能夠全部命中 或者是猜中最多的 我就會抽出5位朋友 每一位各送出2張電影票 歡迎大家一起來預測 得獎名單 我就會在奧斯卡頒獎的那天晚上 也就是3月4號的晚上 公佈給大家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邊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